嗨,小朋友们好 又到了晚安故事的时间了 今天,优秀妈妈带来的睡前故事呢是 睡觉吧,宝贝 由美国的雷切尔伯克·文 美国的朱丽唐宁·图·阿甲·易 睡觉吧,宝贝 要不要听个睡前故事呢? 妈妈问 萨米摇摇头说 我不想睡觉,一点都不困 好吧 妈妈说 要不你先挑好故事书 待会儿睡觉前我们一起读吧 萨米从书架上挑了一本没读过的书 现在只读都第一页吧 萨米一边说 一边爬上了沙发 妈妈开始读 太阳下山往家跑 月亮爬上沙发 小小熊身身揽腰 好,准备上去睡觉 好了,就都到这儿吧 萨米说 萨米说 忍不住 妈妈帮着萨米换上睡衣和毛茸茸的小熊拖鞋 小小熊也听睡前故事吗 萨米问 妈妈怂怂肩 不知道呢 那我们再往后读一点吧 萨米说 于是妈妈继续读 先来整理好床铺 递给妈妈故事书 再到小熙旁洗漱 牙齿刷得像珍珠 萨米做了个停止的手势 就读到这儿吧 妈妈停下 和萨米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我也要刷牙 萨米说 但是我还不想去睡觉 当然可以 妈妈说 萨米打开水龙头 开始刷牙 要不 我一边刷牙 一边听后面的故事吧 她说 好啊 好啊 妈妈说 抱住妈妈摇一摇 爬上小床躺躺好 刺猬玩偶怀里抱 赶好被子 帅唱着摇强 是 满天都是星星雨 睡前故事耳边雨 轻轻开启梦之旅 妈妈都记嘴 想给他上床的萨米 一个晚安晚 不要 萨米把一根手指 放在妈妈的唇上 我还不想睡觉 也不想再听故事了 那我可以读给 你的小熊玩偶听吗 妈妈问 萨米搂着他的小熊玩偶说 好吧 但是只读一点 他和我一样 还不困呢 萨米一边说着 一边闭上眼睛 静静的听 洞前垂柳飘啊飘 阵阵憨声缓缓扰 冒着幸福的泡泡 小小熊在梦里笑 还要继续读吗 妈妈问 萨米没有回答 原来 他已经睡着了 正轻轻地打着呼噜 妈妈把书翻到了下一页 也是最后一页 晚安宝贝